墙底当前无谓不惧 Hello大家好 我是华哥 随着整体玩家水平的提高 玩牌17星高端局EV4 并不是那么容易 本期视频的素材来自龙子队 脆油条 高端局海岛监狱EV8 对于龙子队的单兵作战能力 已经不用过多介绍 跟随脆油条视角 欣赏他丝滑般的操作 相信这期视频绝对会让你意犹未尽 按照剧情发展 狗哥稍后便是退出战场主角 脆油条登场 剩余敌人11个 全部集中在监狱房区 注意狗哥的位置已经闯入核心地带 狗哥浪子段不浪 还针就不识他的风格 这个敌人似乎没看懂战局 防高楼的敌人 却忽略外围的脆油条 被连打逮捕 浪子段的倒下 不必感叹 稍后主角的操作 你们尽情欢呼 接下来脆油条的一套连招 打的那是出神路化 我的结束功力已经跟不上节奏 一顿操作下来 我的舌头在打架 所以请你们自行欣赏 我还想跑进去 我打了 别打鼻 打鼻子越来越来越大栋 练乱 的 七连枪神 神呼气声 这道操作观赏性太强了 声法枪法意识反应都是高手级别 此时的我大脑是印象深刻 当时一到用手机操作就瞬间断路 看来想要达到推油条的境界是无望了 竟然手术比不过 我只能在语速上苦练 力求只听其声不见其能 接下来就是EV2的对峙时刻 防止的战斗讲究听声变味 这里可活动的范围空间并不多 战斗都是围绕仓库展开 这里仔细听脚步声 对方是两个就在门口卡位 而且门外起了烟雾 推油条并没有茂囊出击 先用火雷采取攻势 他们作为进攻方得知是认证主播 打法就比较谨慎 其实按照推油条的实力 反而更希望他们主动攻进仓库 速战速决 各种感觉他的打法都是比较上头 不利于这种持久战 拖得越久越消耗他的耐心 这时更容易犯错 反顶的确是绝佳位置高打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但是对方似乎也挺强 一直在捉迷藏 废车后跑过去一个背包里只剩一颗烟雾 要是有蓝锁瓶 绝对让他战胜火海 对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